三、南方都市報 竹妖記值得捧場 2015年7月13日推薦此零八好微戰片上週說過 這個月是國產電影保護月 我感覺,這就是把國產電影像坐月子一樣保護起來 不能見光、不能吹風、不能洗頭 所以這個月特別多國產恐怖片 本週五,電影院又有兩部這樣的電影上映 怎邊人和碟先驚雲 我的建議很簡單 別看,國產片本來就是爛片重災區 國產恐怖片則是災區中的災區 除非你不是想看電影 只是想讓會只躺你懷裡滿眼 非恐怖類型的另外兩部國產小片 愛情魔法師和速谷 也是週五上映 也請直接忽略 本週推薦的電影 一時週四的竹妖記 導演許成藝原來是夢工廠的動畫師 號稱介密史萊克之父 從放出的劇照 預告片來看 這部真人家動畫的電影 確實有好萊塢大片範疑 參演明星連H、鄭柏妍、白白河、中漢良、姚臣、湯衛 視影反響也不錯 值得買票一看 第二部推薦的電影環視動畫 週五的小楊潮欣 這時做過超級無敵掌門狗 小雞快跑的英國亞德曼工作室的新片 全片無台詞 但超級搞笑 口碑爆棚 全年齡通殺不過他之前出過下載 所以你也可以買張打折票 注意不視傳票 看下煎餅合 吊詩男士大鵬導演的喜劇片 整體水準約等於 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大電影 少少積可 要花錢 就在這三部旅選 下週見 好味